大家好,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官僚24 骗购电信卡贩卖给他人使用 造成电信资费巨大损失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 王沁诈骗案刑事承判参考案例第161号 王沁1999年使用伪造的 共45张身份证复印件 在北京移动公司代销点 购得SIM卡45张 并出售给他人 自2000年指 该45张SIM卡被使用 并恶意欠费20.3万 案发后 王沁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逮捕 后朝阳区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朝阳区法院判决王沁诈骗罪10年 罚金2万 王沁上述 北京12中院 驳回上述 维持原判 事法观念 王沁使用虚假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入网手续 使北京移动公司代销人员误以为是真实用复办理 造成电信资费的损失 而此过程中王沁非法获利 王沁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认定为诈骗罪 末之调跨人员误以为是符合诈骗罪的